大家可能去过博物馆 在博物馆看见恐龙 真正的恐龙 现在我们看到真正恐龙是什么样的 是一堆骨架 然后我的工作 就是叫这个复原嘛 就是把它恢复成原来那个样子 很多人都说 很多人问这个复原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恐龙骨架 然后你把它复原成有鞋有肉的样子 这个可信度有多高 有多少是根据 那个真实的材料来的 有多少是通过艺术加工的 我想这个题目 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恐龙复原的一点 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它已经灭绝了 然后你就得像侦探一样 去通过这些骨架 通过各种蛛丝马迹 去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这些蛛丝马迹 有一些是科学家告诉我是 如何运作了 有一些化石 这些骨骼发现了是什么样子 它大概长什么样 多高多长 但是有很多是科学家告诉不了你的 接下来的分享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事情 首先看大家 后来看这张画 这是一个来自辽西的一个动物群 大概 时代大概在 一亿四千五百万年前左右 我们叫它热和生物群 这个是我们现在 对恐龙时代的一个模样的一个猜想 这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恐龙复原的一点好玩的地方就在于 每一年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更新 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 我们所对那个时代了解的就越来越进步了 每一年可能都在发生变化 在我小时候一提到恐龙时代 就可能是大家可以在动画片里看到那样 到处都是火山 然后轰轰冒着烟 满天黑压压一大片 地上除了蕨类什么都不长 到处都是像椰子树一样的苏铁植物 然后像苏铁啊 一些苏螺啊 这些简单的螺子植物 现在我们知道 恐龙时代不止那样 大家看到后边 这个植物就已经非常繁盛了 有很多恐龙是带着毛的 跟我们原来认为的恐龙不一样 天上已经有鸟了 好多昆虫 比如蜜蜂啊 比如一些鹅类 鹅类就已经出现了 除了场景的不一样 好多其他的动物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这些都能对它有了重新的认识 比如这个三角龙 这三角龙实际上就是这个屏幕展示的这么大 一种非常大的动物 在我小的时候 最开始认识恐龙 在集中恐龙里就有三角龙 但那个时候三角龙的模样 跟现在我们认识的三角龙模样是完全不同的 我记得我以前看侏罗基公园 93年那部电影 那电影拍得非常棒 里边有个镜头是我当时最喜欢的 就是一个三角龙 在躺地上 有病了 然后那个科学家就趴在他身上 那三角龙一呼吸 那科学家一洗一服 但是现在新的证据 我们知道这三角龙身上是长刺的 这如果科学家再那样 他就不行了 这可能就会一身刺 除了三角龙之外 《诸禄基公园》里边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角色 就是迅猛龙 大家可能有印象 最新一集里那个男主角骑着摩托车 旁边有两排迅猛龙在跑 特别的帅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迅猛龙跟电影里长得不一样 大概是这个样子 个头不高 真迅猛龙没有电影里眼睛那么大 实际上就这么高 他跑过来可能一脚就踢跑了 然后满身是长着毛的 然后胳膊上是有羽毛的 为什么这个复原 这一直在变化 而我们凭什么说迅猛龙长那样 谁想长那样呢 接下来我就通过霸王龙的案例 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简单看一下我们的工作原理 首先这个是霸王龙的骨架 这个骨架我们很早就对它有认识了 科学家 大概霸王龙大概发现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科学家们对霸王龙的骨架 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 但是科学家们做了很多 一百年之内做了很多工作 修正了很多错误 今天我们认识的霸王龙骨架 基本就是已经是正确的了 这些错误包括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早期的一些恐龙电影 就比如金刚 那个里边霸王龙是三根爪子 后来翻拍过 在200几年翻拍过一版 他为了致敬老电影 他还是保留了那三根爪子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霸王龙实际上是两个爪子 就像下面展示那样 非常的小 非常短小 大家可能如果跟霸王龙打架 要是打不过他 有一个技能你们能赢他 就跟他拜腕子 他拜不过一般人 霸王龙这个模样 是我们科学家告诉我们的 明确告诉你 霸王龙身高大概有四米左右 身长最长的当到十四米 这个是硬性的 但是有一些就是需要 艺术跟科学之间去结合 其中一点就是 首先它这个组装起来的模样 如果大家知道 看到早期的霸王龙复原是什么样的 像哥斯拉 大家不知道见没见过 就是那个日本早期的一个电影 就是人穿着皮套眼的 然后那霸王龙尾巴 那恐龙尾巴是拖在地面上的 以前是那样组装的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那个组装是不对的 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呢 就是因为化石当初发现的时候 就像被狗吃剩的骨头一样 满地都是 我们必须得做这样的工作 才能把它组装起来 就是第一步 化石发现之后 对每块化石进行描图 描图之后 给它拼装在一起 看成大概的样子 今天我们有足够多的资料 足够多的证据 显示出恐龙生前 大概一个身体状态就是这样 像一个翘翘板一样 腿在中间 尾巴在后边 甩到高高地 甩到空中 跟前半身的重量相等 形成一种平衡结构 这是我们今天对恐龙的认识 但是如果倒退到20年前 可能古生物复原的工作 也就只能做到这个份上 接下来就按照这个形象去画皮肉了 但是今天我们能把这个步骤 再往下渗入 让它更加地仔细 除了将恐龙骨架拼装好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精密仪器 在巴黄龙的骨架身上 找到多处的肌肉连接的痕迹 因此我们就可以推传出这样的一张图 这张图看得比较抽象 这个红色的线代表长在身体外侧的肌肉 蓝色的线代表长在身体内侧的肌肉 我们可以 虽然皮肤跟肌肉已经腐烂了 只能保留下来骨头 但是我们通过骨头上的痕迹 一一对应 就像我们玩莲子游戏一样 能把这个肌肉的走向给它推算出来 然后有了肌肉的走向 我们就能推算出肌肉的真正体量 这些都是现代科学能够精确告诉我们的 但是有好多其他的细节 那个化石和科学家都告诉不了我们 那怎么办 就比如巴黄龙你站起来是这样 我承认 但是跑起来是怎么样 他能跑多快 这个就需要其他的 像侦探一样去寻找其他的蛛身马迹 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 就不单是从化石 骨骼化石来了 就是这样 脚印 像这一侧 这两张图 分别是发现了两组巴黄龙类的脚印 第一个明确 正可以判断出 它是巴黄龙 没错 为什么呢 就是深色部分 是脚印的这个形状 深色部分里边这个骨头 就是巴黄龙的脚的骨头 可以看到完好的对应 那就是这个脚印 第二个是一个巴黄龙的同类 叫做巨龙 恐巨的巨 那个巨龙留下的脚印 巨龙跟巴黄龙是血缘关系非常近的动物 它俩可以有 它两个可能说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从巨龙身上的习性 可以推算出巴黄龙的很多习性 我们一一讲一下 可能大家看有点不同 最大的一个不同点 为什么说一个脚印可以看出它的速度呢 巨大一个不同点就是可以看到 下边的这个脚印 它保留了三根脚指头 不是说这类恐龙只有三个脚指头 巴黄龙后脚是四个 但是它前边只有三 前边三个指头是着地的 平时那一个是不着地的 但是上面那个去保存了最后一个 第四个脚指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巴黄龙这种恐龙从骨骼结构来看 布子必须得卖得非常大 大到足够程度 这个脚跟腿已经伸得非常直了 就像右边这个图展示的这样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才可能让这个小指头着地 因此这个脚印留下的时候 赵记者 就是这个脚印的主人 这主人一定是以非常快的速度 在那个地方去奔跑的 我们想象一下 巴黄龙这个东西有十吨重 十四米长 它跑起来还那么快 那估计就像公交车或者一些火车一样 这样这种行为方式的动物 这么大体型的动物 在今天恐怕是永远也看不见了 所以想象恐龙那个时代 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象 大概巴黄龙生活的时候就是这样 可能是三俩一群 可能是三俩一群 然后以非常快 虽然坐大 但是非常轻盈的步子 去往前奔跑 这个是一些从骨骼上能够推算出来 从骨骼之外能推算出来的一些东西 但还有一些东西 就得需要其他的证据了 首先我们要算巴黄龙吃东西什么样 这个我们以往从在我小时候 看到好多恐龙的画车 那恐龙画车还有电影里 经常是一只巴黄龙往远处走去 或者一只巴黄龙正在吃东西 然后地上摆着一具精美的 其他恐龙的骨架 那骨架被吃得特别干净 实际情况是这样 好多其他恐龙 巴黄龙跟其他恐龙不太一样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牙 其他恐龙我们就比如伊特龙 大家可能熟悉的伊特龙 永川龙这类食肉恐龙 虽然身长也是十米左右 非常的大 但是它们的牙是扁的 剃刀状的 两边有巨齿 这些恐龙在吃东西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非常的斯文啊 相比来说 然后就是把那恐龙 吃特别干净 吃完走了 一摸准走了 巴黄龙就不是这样 我们看巴黄龙牙什么样 这是用计算机软件 修复的一个巴黄龙的头骨 这个巴黄龙牙是圆柱形的 从正面看来是圆柱形的 它非常非常的粗壮 而且强有力 而且巴黄龙上河的宽度 要比下河要宽很多 因此在闭上嘴的时候 它嘴两侧的两排牙是交错的 就像两把巨大的 切骨头的刀一样 剪刀一样 咔嚓一口就可以 把里边的 把动物身体里面 连骨头带皮肤全给咬掉 再看我们巴黄龙的嘴能张多大 巴黄龙的关节 我们经过最新的测量数据 展示说巴黄龙的嘴关节 可以打开到120度 也就是说 一个头部长度1米5的动物 张开嘴可能能达到2米 一个宽度 那么这2米的高度是什么概念 就一般恐龙 巴黄龙捕捉的食物 在4米到6米左右 那可能咬一口前半身就没了 这巴黄龙吃东西 可就不像伊特龙那样吃 它可能就过来咔嚓一脚 然后把那个动物踢倒 然后筐上一口 恐龙半事身体就没有了 可能就是这样 非常非常有效率 非常非常粗暴的一种进食方式 然后说到这个嘴 就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恐龙的复原头骨 这左侧的复原头骨 它并没有完全的复原 好多细节就是科学家无能为力告诉你了 就你只能自己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你自己需要去判断了 就比如巴黄龙脸皮长什么样 这个是目前没有证据的 但是作为一个复原艺术家 你得给人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 你做成一样 科学家们的描述方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科学家们可以在论文里写出 一只恐龙 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他可能说 可能 也许 这个是科学工作的严谨态度 是必须得这样写 但是我们作为一张画 不能画的时候 说上可能 怎么这样 可能大概怎么样 就必须把一张画完整地呈现出去 那么我们就列出 我们就必须得具体地想出 这巴黄龙嘴到底活着的时候长什么样 首先我们看它的牙齿 这个牙齿看出去很长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长 因为我们在这个牙齿的下半部 可以看到一个痕迹 有一条线 这实际上是恐龙头骨 在地下埋了时间久了之后 牙变形了 这很多牙根都被挤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复原的时候 就把这些牙都给推上去 让它牙引保持水平 就像右侧这个图展现这样 推回去之后 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了 要么包容有嘴唇 像我们今天看到大多数蜥蜴 或者河马那样 闭上嘴之后 两边有肥厚的嘴唇 把嘴包裹起来 这种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种就是没有嘴唇 像鳄鱼一样 它比嘴紧闭之后 两边会支出牙齿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哪个队呢 这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除非我们找到更多的材料 那么根据这两种猜想 复原出来的恐龙 究竟是什么样 大概就是这样 左边这只就是 有肥厚嘴唇的那个样子 右边就是没有嘴唇的样子 具体谁对还是那句话 那得需要更多的材料去支持 但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需要给大家展示出 两种所有的可能性 都需要给大家具体地展现出来 然后除了嘴唇之外 可以看到这个帮王龙头上 我有一点画的跟以往的复原图 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它头上是有脚的 至少是一个低矮的脚状物 是一个比较厚重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我们最近 也不是最近吧 就是近些年来的设备 支持股生物 也是一个跨界 是医疗设备 用于股生物研究 得出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最新用CTG 扫描了帮王龙头骨的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帮王龙头骨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眼睛的部分 眼睛的上边有一块 像这个怎么形容 像馒头掰开一样的结构 蜂窝状结构 上面有很多粗糙的表面 粗糙的这些凹痕 最近用CTG 扫描了这些凹痕之后 得出一个结论 它跟某些现代动物很像 具体是什么动物呢 就是后边这个化石 这不是化石啊 这是骨头 后边这个骨头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人能看出来 这是一只犀牛的头骨 大家知道犀牛 鼻子上的长脚 鹅头这个位置也有脚 但是如果你把犀牛那个头骨 拿出来看 你会发现那个头骨上没有脚 这原研究是犀牛那个脚 跟羊脚 牛脚可不一样 它不是里边有骨头吧 羊脚 牛脚那个脚 里边是有骨头 然后外面套着一层 像指甲一样的角质 但犀牛那个脚 是特化的皮肤跟毛发 它是一层尖硬的 一层外壳 跟骨头是不相连的 跟骨头唯一接触的部分 在骨头上留下了附着痕迹 就是这些比较像风波状的一些痕迹 它的结构跟霸王龙是非常一样的 但虽然霸王龙的 这由此可见 霸王龙虽然没有脚 没有这些关啊 这些脚势 在外表上看那骨头看不出来 但有可能在生前 它也是有类似脚的结构 这也就是你从化石没有的证据 推算出来的一些结果 但是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你提出一个假设 必须有多方面的支持 这个是从骨头上的支持 另外一个就是从血缘上 就是从霸王龙的血缘关系上 推测它到底头上应不应该长脚 那我们看看霸王龙的祖先长什么样 说到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 一般我们一般说进化 就一说谁是谁祖先 谁是谁祖先 就总以为是一根线 这个到这个到这个到这个 这也实际上不是 进化就好比我们外边种的树一样 从一个支点上就不停地分叉 再分叉再分叉 我们说谁谁谁的祖先 这个祖先尤其是打引号的时候 通常讲的是祖先类型 就是比上面一层要原始的 要基础的这一层 都可以说是可能的祖先类型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 关龙发现于新疆的一种恐龙 大概四米多长 它就是霸王龙的一种早期类型 它跟霸王龙的血缘关系 就有点像不太恰当的比较 就有点像人跟黑猩猩 那黑猩猩在身体结构上 看上去比人要原始 甚至长着毛 我们这个就不是 看上去就不太一样 我们智商可能要高一些 这个霸王龙的最早的 我们现在已知的最早的 有直接有间接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的动物就是这样 它头上是有一个明确的关的 但是这个关在随着霸王龙族群 向霸王龙的那个方向演化的时候 这个关在不断地缩小 它的功能可能越来越少了 像这个关龙 它的关是空心的关 然后上面有皮肤保护 它可能是一种 用作一种炫耀 就像家养的那些大公鸡 它头顶的那个关 它不是特别的结实 但是会特别好看 它可能吸引异性 或者是在自己地盘 警告别人别过来 我这个漂亮 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在后来 关龙是一种不大的动物 伤害4米 现在听起来挺吓人了 现在最大的鳄鱼可能也就4,5米 然后关龙虽然它是不大的动物 但是它到后来体型就越来越大 但是随着身体越来越大 它头上关就越来越小了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是羽王龙 是发现在中国东北的一种恐龙 为什么叫羽王龙呢 这羽王龙身上长着羽毛 这个是有明确的化石证据的 就是有几具羽王龙死在一个 应该是一个火山灰里边 死的时候身上被火山灰 旁边有火山爆发 它可能被毒死了 然后死在那里 然后它的那个火山灰 把它身体形成一个柱膜 动物虽然烂掉了 但它生前身上的毛发 在那个火山灰上 印下了精美的花纹 这就是羽王龙 有时候我们知道 羽王龙身上是长着毛的 但羽王龙还有一个特征 它就有一个 比关龙要小一点的一个角 头上眼睛 前面长着两只小角 然后这有一个关 但是明显看出 这些结构都在退化当中 到了霸王龙 可能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样子 它这个关已经退化成 已经退化得更加的不明显了 鼻子上的痕迹已经更加不明显了 除了霸王龙那个角 是有变 随着越来越进化 这个角再缩短之外 它还有一些特征 也是跟祖先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这是最令人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霸王龙皮肤长什么样 我们小时候看霸王龙皮肤 当然那会儿没有什么争议 都认为恐龙 那会儿就不知道 那会儿根本不知道 还有很多恐龙是长毛的 所以大伙一致认为恐龙可能是全身鳞甲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所有画 都是霸王龙浑身鳞甲的 这个在当时可能没什么争议 但是就因为像羽王龙这样的 祖先类型的发现 让我们开始动摇了 这霸王龙身体上到底长毛 还是不长毛 因为羽王龙是它的祖先 是它的祖先 至少是祖先类型的亲戚 这个亲戚长毛 我身上可能也得像啊 不可能说你祖先长毛 往后就重新长回林了 这在进化上是说不通的 因为进化有一个大的原则 就是进化不可逆 什么叫不可逆呢 就是说你早期的恐龙 或者是早期的爬行动物 身上是鳞片 我们知道蜥蜴壁虎那样 然后后来这些鳞片 进化 拉长进化 变成了羽毛 这些羽毛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包括就是鸟类 鸟类其实是恐龙的一种 其实严格来说 恐龙并没有灭绝 恐龙今天依然留着的动物 就是鸟类 然后这些羽毛再往后进化 就不能再进化的时候 鳞片了 不能退化的时候鳞片了 那么这个理论上 霸王龙按理来说 是应该是有羽毛的 而不是长鳞片的 但事实有时候就是不一样了 我们发现了霸王龙的鳞片化石 这是位于霸王龙身体两侧和右侧的这张图 是位于尾部的那些鳞片化石 霸王龙身上 事实证明霸王龙身上是长的很多鳞片的 但是这就奇怪了 祖先长毛后来就长鳞片 这个似乎说不通 但今天这个时候就除了化石证据之外 你就要看今天的那些动物证据 现在有好几种动物也是这样 祖先长得毛发 但是到后来 长得好像鳞片一样的结构 但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鳞片 就是这个 球鱼 这球鱼身上你看起来好像满身都是鳞甲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变异的皮肤和毛发 它并不是真正的鳞片 我们大家熟悉的穿山甲也是那样 这就有可能霸王龙代表的恐龙 那些长鳞片的恐龙 它晚期恐龙 它身上长的鳞片 所谓鳞片 并不是真正的鳞片 而是某一种形式的皮肤 而像那个球鱼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这球鱼除了满身的鳞片之外 在它身体两侧还是有一些残留的毛发 我们终上所述 霸王龙就有可能长这个样子 身体两侧都是鳞片 但是在头和背部 却长得残留的毛发 这可能是霸王龙真正的样子 而这些毛发就像大象一样 我们知道成年大象身上是没有多少毛发 但是在幼年的时候 是毛茸茸的 但是霸王龙是不是这样了 很有可能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霸王龙的幼年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刚出科不久 霸王龙可能一身毛糊糊 一身小红毛 这些就足以让我们 我们这些科学美术工作者 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些片段 来拼凑出霸王龙生前的样子 现在我们看霸王龙活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它非常粗鲁 把一只三角龙踢倒了 然后一口咬掉它一半身体 然后就是这张图看起来非常血腥啊 抬头一口吞掉一大块肉 这块肉可能够我们吃好些个月 但是霸王龙一顿就可能一口咬也这么多 然后当时的古环境 看上去就跟今天没什么区别了 并不像我们传统在书上看到的 那些古代只有那一两种植物 但恐龙时代末期 尤其是霸王龙生活的时期 就已经跟今天很像了 很多人就常问我 做恐龙复原 究竟你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这个很难讲 因为不是有很多事情在做的时候 就是为了奔着某种意义去做的 但是我就个人而言 我总结 我们地球就好比一艘太空飞船 或者是一个在太空里的旅馆 我们地球上所有从古至今 生存过存在过的动物 或者植物这些居民 都是这个星球上的游客 或者是旅客 我做古生物的复原 把已经出现过的 灭绝了的这些物种 都给它编辑下来 这就好得一直在清理 这个星球上出现的人员名单 它可能没有实际上的什么意义 但是至少让大家知道过 好多生命都已经存在过 好多生命都是 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 谢谢大家